年紀大有時很容易會忘記 嚴重一些甚至可能會有腦退化的問題出現 今天很開心我們請來精神科專科醫生黃露露 跟我們講解一下平日可以如何有效地在生活上 照顧認知障礙症和腦退化症的患者 Hello Dr. Wong 你好 Hello Joyce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Dr. Wong 知道你平日其實都接觸不少腦退化症和認知障礙症的患者 會否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你比較深刻的個案 我有一個70多歲的輕度認知障礙症的婆婆 平時她和大女一家和工人姐姐一起住 她在未病之前是很活潑的 都會幫忙照顧孫子 但在幾年前當時出現了一些早期的認知障礙症的症狀 她會變得很無忌省 她的記憶力和半年力都會衰退了 性格都變得容易緊張 脾氣都很容易紛陣 甚至她都試過 忘記了去覆診 出了一下街在地鐵盪塞路 亦都試過去跪完機拿錢 忘記了幾千元 而慢慢開始就衰退了她的朋友 而你所見他們的心路歷程和遇到的挑戰會是怎樣 例如女女其實都很矛盾 她一直都很想照顧媽媽 但我認識她自己 也有些能力上也有些困難 因為她本身自己都要做一個很高壓的工作 而亦都要幫兒女去準備公開事 她亦都自己的健康 在那段時間都出現了問題 她亦都因為媽媽的脾氣問題 她很容易和媽媽都會為了一些小事而起衝突 女女自己本身都容易緊張 焦慮 而且身得不太好 所以最終其實她都要有一個改變 去接受媽媽的照顧 是自己兩個一個人去獨力承擔的 她最終都慢慢把媽媽的照顧 那裡都要交給她的小弟妹妹 所以我們都知道其實接受者最大的挑戰 是她怎樣堅固她 除了她的照顧者的角色 她的負荷可以是很重的 但同一時間她亦都要照顧她自己 黃醫生會不會有些建議 去給照顧者去幫助患者去改善他們的症狀呢 照顧者本身都要面對自己的困難 要好照顧自己的心心的健康 亦都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找人幫忙 要去將一些照顧的壓力 去分擔給其他人 或者可能其他一些社區的機構 還有照顧者本身她也都要 知己知己去學習 去認識究竟認知障礙症是甚麼 因為當她可以有多些的知識 她有個心理準備 她就會容易些去幫助患者 去給更加好的照顧給她們 在醫療上 我們亦都看到有一些藥物 或者非藥物的方法 去幫助影師障礙症的患者 如果是一些適合的個案 我們會建議患者去食用一些 改善影子功能的藥物 我們俗稱的老藥物 而亦都有很多其他非藥物的方法 可以給長者去建議 給她們去學習一些這樣的方法 來以一些好的日常作息 因為有時候 好像剛才我所說的 老藥家她晚上都很晚睡的 所以有時候有一個好的日常作息 其實都幫到長者休息 我知道其實有很多老人家 都很罪丟的 他們會選擇陰性的 是的 在接觸老女化症患者的時候 其實飲食上 你會不會有些建議 有的 我們都知道有些飲食的一些 小小技巧 小提示 是可以給到一些照顧者 首先 當然是均衡飲食 食物的種類 當然要多氧化一點 就好一點 因為有時候老人家挑食 他們就會缺少了一些很重要的 維他命 或者一些營養 我們也都會建議 長者會多吃一些適量的蔬菜 或者不同的水果 因為他們含有豐富的纖維 和維他命 對於他們的長度又會好一些 尤其一些維他命B 是對那個記憶都會有幫助 我們都會建議 可能每人都吃兩三份的水果 和蔬菜 另外 吃魚 可以補充一些很好的蛋白質 特別是一些 Omega 3之類的一些脂肪酸 都可以維持他們的腦補健康 要喝多些水 在適當的情況下 在身體去過的時候 要多喝少許水 盡量在飲食方面 少鹽、少油、少糖 這樣令到他們的 會更加健康些 盡量在一些酒精類的東西 就少一些少一點 如果真的他們覺得 在飲食上 有很難去吸收那麼多營養 也都考慮可以使用一些 特定的醫學的營養補充飲品 去幫助他們營養的吸收 在這裡也提醒大家 如果去選擇一些 醫學營養補充品的時候 你都應該去諮詢醫生 又或者是專業醫護人員的意見